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由英国悬疑小说女王 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原著改编的一部经典悬疑片《空房证人》 这是一部典型的到最后一刻才出现重大翻转 精掉小伙伴下巴的电影 影片上映于1957年,评分高达9.6,号称悬疑片之王 伦敦著名行案辩护律师威尔弗里德爵士接受了心脏病治疗 刚刚出院回到家里,身体依旧虚弱 医生给他立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的戒律,并且不允许他接受刺激的刑事案件 管家对他严格看管,还没收了爵士藏在拐杖里的雪茄 这让爵士很恼火 在管家的催促下,爵士正要上楼午休 梅修先生造访 原来他的客户乌尔先生被列为一桩谋杀案的嫌疑人,很快就会被逮捕 只有爵士这样的高级律师,才可以在高等法院为他辩护 遵照医生的嘱咐,爵士拒绝了 正要坐电梯上楼时,突然看到了梅修先生口袋里雪茄 为了偷偷抽一口雪茄,爵士不顾管家的阻拦,决定和梅修以及沃尔聊一聊 为了防止管家发现爵士偷偷抽雪茄,沃尔很麻溜地锁上了门 铁嘴刚来的爵士打趣说,沃尔有很好的犯罪本能 一边美美地抽着雪茄,一边听沃尔讲述案情的来龙去脉 不久前,沃尔邂逅一位有钱又孤单的中年寡妇 沃尔正好在为自己发明的打蛋器找人投资,就上门给寡妇掩饰 一来二去,沃尔成了寡妇的座上宾 昨天晚上,寡妇在家里遇害,警方判断遇害的时间是在晚上9点半至10点之间 不晓得是,这天沃尔去过寡妇家里,唯一能证明沃尔没有作案时间的人 是沃尔的老婆沃尔太太 但是爵士说,如果只是有妻子的证词,远远不够 陪审团很难采信亲密关系人的证词 沃尔自觉事态严重,很可能被冤枉为杀人犯 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委屈 爵士拿出他的照妖镜,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谎仪 通过观察对方的眼神来判断是否说谎 沃尔正在调理清晰,逻辑严谨的陈述所发生的一切 这时,助手拿来一份报纸,上面说发现寡妇的一份遗嘱 遗嘱上说,要沃尔继承自己的全部财产,足足有8万英镑 沃尔表示完全不知情,还激动地要打电话告诉老婆 这其实是一个对沃尔非常不利的证据 正说着,警察已经到达了现场,带走了沃尔 爵士通过自己的照妖镜检测,倾向于相信沃尔是被冤枉的 但是现在各种间接证据指向沃尔 唯一的证人沃尔太太,又会被控方驳斥的体无完肤 正在由于要不要接手这个案子的爵士,又被管家催促着上楼午休 这时,沃尔太太造访,耍个轨迹逃脱管家的看管 爵士来到楼下接待沃尔太太 声称要作为证人,为沃尔辩护的沃尔太太 看似不经意地透露很多和沃尔说辞矛盾的地方 比如沃尔太太说沃尔早就知道寡妇的遗嘱 沃尔太太还说,她和沃尔并不是合法的夫妻 她在德国原本有一个丈夫 为了避免饿肚子,才和沃尔来了英国并结婚 还暗示沃尔可能跟寡妇有不正当的关系等等 爵士又拿出她的招摇镜 沃尔太太种种反常表现,逻辑怪异的说辞 以及照妖镜下左抖右闪 爵士认为沃尔太太有不良动机 很可能是要陷害沃尔 爵士到看守所会见了沃尔 对案件做了进一步分析 沃尔讲起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 满脸幸福的样子 这更是触动了爵士的怜悯之心 正义附身的爵士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他不能看到沃尔被冤枉 更不能看到沃尔被自己老婆陷害 法庭上控方开始控诉杀人犯沃尔 首先是警长陈述寡妇的死亡时间 9点半到10点 并且除了寡妇沃尔以及仆人之外 没有其他人的痕迹 破窗儿桃的现场明显是伪造的 控方又取来沃尔的一件上衣 上面残留的血迹 正好是寡妇的欧型穴 爵士开始辩护 现场没有第四人的指纹 可能是嫌疑戴了手套 破窗儿桃的现场 也可能是真正的杀人犯伪造的 沃尔是欧型穴 衣服上的穴可能是沃尔的 爵士强势扳回一局 控方又找来寡妇家的仆人 仆人说 在案发当晚 他去亲戚家 9点半回来取东西 听到沃尔和寡妇在屋里说话的声音 可是10点半回家发现 寡妇已经横尸家中 并且说寡妇并不知道沃尔是个有妇之夫 遗嘱也是沃尔让寡妇改的 对于仆人的证词 爵士进行了适当的驳斥 比如证明 仆人听力低下等 但是很明显 仆人的证词对沃尔不利 接下来出场的控方证人 直接惊掉了法庭上所有人的下巴 这个人就是沃尔的老婆沃尔太太 该片之所以叫控方证人 指的就是沃尔太太 且看沃尔太太的精彩表演 后面你会明白为什么叫表演 沃尔太太上来就承认 自己和沃尔属于重婚 并坦诚 沃尔在案发当天 不是在9点半回的家 而是10点10分 还是自己帮助沃尔清理袖口的血迹 甚至听到沃尔抱头痛哭 承认是他自己杀的寡妇 之前向警方说的 沃尔9点半回到家之类的话 都是沃尔让他说的 气愤的爵士 直接质疑沃尔太太是个大骗子 不仅欺骗沃尔 还欺骗政府 获得结婚证 甚至欺骗警方做伪证 而现在却还口口声声地说 沃尔是个杀人犯 到底哪一句是真话 哪一句是假话 沃尔太太的证词 值得陪审团和法官质疑 控方再次提供了一个证据 有人发现沃尔在案发前一周 去了趟旅行社 陪同的还有一个年轻的黑发女子 按照沃尔的经济实力 完全没有能力去履行 所以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图材害命 爵士为沃尔争取到 自我辩护的一次机会 面对指控 以及老婆的倒戈 沃尔只有愤怒和悲伤 在证人喜上的她 痛哭流涕 第一天的庭审就这样结束了 证人的证词 沃尔太太的倒戈 以及旅行社的事情 让沃尔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就在爵士一筹莫展时 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声称有几份情书 是沃尔太太写给自己男友的 原来沃尔太太和女人的男友 勾搭很久了 为此男友还打了女人 脸上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疤 女人对沃尔太太怀恨在心 这次拿出情书 就是为了报复沃尔太太 在法庭上 爵士直接念出情书的内容 很明显沃尔太太 为了情人准备陷害沃尔 这样以来 沃尔太太的证词被证明是伪证 最终陪审团做出判决 判沃尔无罪 当庭释放 好了 这部号称悬疑之王的电影 刚刚开始自己的反转 众人散去后 沃尔太太找到爵士说 恭喜你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但是这次是有人帮助你 这个人就是我 原来沃尔太太知道 如果作为辩方证人 陪审团不会相信她的话 但是作为控方证人 指证沃尔杀人 然后才暴露自己是故意陷害 这样陪审团会相信沃尔是无辜的 那些所谓的情书 都是自己编造的 那个送信的女人 是自己伪装的 沃尔太太还告诉爵士 沃尔确实是十点十分到家的 袖子上确实有血 并且说自己杀人了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深爱着沃尔 这下爵士惊呆了 还没等她回过神来 被释放的沃尔来到 夸沃尔太太 不愧是曾经的演员 就在夫妻俩相拥庆祝时 陪着沃尔进旅行社的 那个黑发女子走了进来 和沃尔热情地相拥在一起 原来沃尔策划这场谋杀案 夺取财产 是为了和情人私奔 不顾坐牢的风险 奋力营救自己丈夫的沃尔太太 情绪彻底失控 拿起桌子上的刀 朝着沃尔就是一刀 细细琢磨 沃尔太太在法庭上所说的话 全部都是事实 第一次作为控方证人时 她阐述的内容就是真相 包括在警察审问时撒谎的理由 包括她和沃尔之间的婚姻等等一切 第二次被传时 她被爵士逼问下来的回答 也全部都是事实 信的确是她亲手写的 她也确实不认识这个被捏造出来的男人 所以她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相 但是被告沃尔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当沃尔被无罪释放时 沃尔的谎言变成了法律真相 那么正好与之相反的沃尔太太的证词 就变成了谎言 所以沃尔太太会被控诉做伪证 这也是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 人们的同情心 往往会让自己愿意去相信捏造的故事 而不愿意相信平淡的真相 沃尔太太从头至尾 只隐瞒了自己对沃尔的感情 而沃尔则欺骗了所有人 多行不义必自闭 骗了律师 骗了老婆 骗过了法律 骗过了陪审团 却被自己老婆处决 被释放的沃尔 还是没能走出这个法庭 最后爵士决定放弃休假计划 为沃尔太太辩护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下期视频 为大家带来一部知名惊悚 悬疑谋杀电影 警察最后 从宗教和哲学的世界中 找到了凶手作案计划的蛛丝马迹 喜欢的朋友 动一动您尊贵的小手指 订阅点一点 小铃铛点一点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